你们知道吗,Beyond Class已经两岁了,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,Michael说他特别想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留言告诉他吧。 朋友还是要两百块,你看着办。 行行行,两百就两百,奸商。 哟,你怎么了? 上班打游戏,被老板发现了。 这么惨,老板说什么了? 他说,你看着办吧。 怎么办,我是不是要被开除了? 别担心,我可以帮你和老板说说好话。 真的?那我请你喝奶茶。 我不要喝奶茶。 那你要什么? 你还记得前两天的两百块吗?我要两千。 这么贵,奸商。 你是要工作还是要两千,你自己看着办。 行行行,两千。 你看着办,是一句很常用的口语,意思是说话人觉得无所谓, 让听话人看情况决定。 但是,请注意,有时候,说话人并不是真的觉得无所谓, 而是要看听话人的反应。 所以,请根据上下文,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哦。 好了,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好玩的汉语, 请来Go East Online School,和我们一起学习吧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, 每个星期都会有新的视频哦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下次再见。 mediagroup Lealth 影片 gak 更 Antes 离 整 indust ada 눈